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4年3月26日 星期二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經濟情況 話說上水金記冰室據報被貼公個月拍賣家具 據報近來金記冰室的情況相當淪盡 據報有幾間分店在過去時間都已經倒閉 金記冰室的主席徐文偉 在過去時間都經常接受電台電視台訪問港渡飲食界的慘況 最新的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上水的金記冰室被貼公告拍賣家具 01發現集團約莫20間餐廳 今年被入品追逃租金已經涉及約莫972萬 老闆是怎樣回應的呢 報導的內文提到金記冰室上水新都廣場分店 在星期一3月25日沒有開門 旁邊貼上拍賣行公司公告指根據法庭命令 將會在星期二3月26日拍賣那間餐廳的家具還有設備 更指明是法院所封者當眾拍賣的 有關公告也是同日刊登於星島日報 記者翻查法庭記錄 金記冰室上水分店自從去年9月起8次被業主新鴻基地產入品追租 每次都追討一個月 說的是$37.2萬的租金 業主在今年2月26日最後一次向法院入品追租 拍賣行公告指根據法庭在那次訴訟中頒布的財物扣額命令 拍賣餐廳的財物 金記冰室是金記餐飲集團的其中一個品牌 金記冰室是金記餐飲集團的其中一個品牌 集團旗下的餐廳自從去年9月開始捲入多宗欠租案件 去年被入品至少40次追討共1571萬元的租金 今年頭三個月集團旗下的餐廳已經捲入32宗追租案件 被追討約莫972萬元的租金 另外據集團網頁金記冰室現有21間分店 另一發現除了上水分店之外 金記冰室至少10間都被業主入品追租 單計今年1月至3月25日 金記冰室各分店已經被入品追租至少20次 合共涉款約莫501萬元 面對著這樣的情況 徐文偉怎樣回應呢? 內文提到金記冰室主席徐文偉回覆 就是金記冰室上水分店是因為壞爐頭 所以星期一是閉店的 指沒有什麼特別 那間分店會在星期三我3月27號重開 就說你不信的話 星期三我和你一起去上水分店吃早餐的 問到上水分店門前貼上的拍賣行公告 徐文偉反問真還是假?是你到現場拍攝的嗎? 還是有人傳給你們? 他就說不知道公告的真偽 叫記者到現場求證 記者指出有關通告是有刊登於今天的報章之上 徐文偉只是表示不知情 金記集團旗下的餐廳由去年開始出現大量欠租的記錄 全民偉說去年的欠租都已經解決 就說去年9月欠租至今未交的話 我現在還做到生意嗎? 另一邊商 根據AM730的報道 金記冰室7間的新界分店都已經倒閉 受到香港人不想消費牽連 全民偉說壯士斷備 報道幾日後就看到 自從去年香港與內地通關過後 香港掀起一波不上消費業潮 不過情況影響本地餐飲業務 本地餐飲集團金記冰室自從年初開始 已經有7間新界分店倒閉 上水分店在星期一更加被拍賣行 在門外貼公告 要拍賣餐廳裡的家具設備等等 主席徐文偉回應AM730 就說7間分店結業的決定 是與港人不想與香港經濟大環境有關 又形容這次是壯士斷備 以上來自HK01和AM730的報道 金記冰室的情況已真論盡 今年的經濟情況大家都非常清楚 最新情況上水這間金記冰室甚至被貼公告 就說已拍賣餐廳裡的家具還有設備 不過相關主席徐文偉好像不知道 就說那間分店是壞爐頭的原因 雖然也說到AM730就說 金記冰室已經有好幾間分店已經倒閉了 徐文偉回應與不上消費有關 看來這間金記冰室也挺大間 並且連鎖集團式也做不住 情況認真令人擔憂 現在最新情況 新界區已有7間金記冰室結業 接下來剩下的分店怎樣算好 做不做得住還要觀望一下 徐文偉強調他們集團的現金樓是充足 另外亦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上水時裝店的賊人偷波鞋 假裝趕電話逃走 報導的內容提到 上水的採員廣場經驗這個偷鞋賊 日前3月25日眼周 一名疑似男扮女裝賊 在一間時裝店盜竊 其間偷走一對價值約900元的波鞋 整個犯案過程被閉路電視拍下 從攝氏的閉路電視片段所見 事發在日前下午約4點半 賊當時穿著黑色外套 右邊揹著手環袋 當時賊人拿起一隻米白色波鞋 並插看尺碼 隨即將波鞋收入外套 並夾於右邊格底下 之後賊繼續翻看其他衣服 其間又打電話 賊一邊打電話一邊橫腰 在鞋堆裏執起另一隻波鞋 轉身再把鞋收入外套的左邊格底 結果兩邊格底都有鞋過後 最後施施然離開店舖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賊而似男扮女裝 為了偷鞋 真的無奇不有 因為一對鞋兩隻 他分兩次來盜竊 結果整個過程比天眼片段影低 未知事件有沒有下文 估計有機會稍後會捉到這個人 另外也講講這宗怪文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埔20歲的青年遭到偷拍去廁所 警方拘捕了一個15歲中二的男學生 報導的難民提到大埔發生偷拍案件 日前3月25日晚上5時多 警方接獲報警 說有一個20歲的男子在大埔泰和路 據報在一個洗手間裡 被另一個男子以手提電話偷拍 警員接報導場 經初步調查以涉嫌規淫罪 拘捕了一個15歲的男童 他現正被扣留調查 案件交給警方跟進 消息說受害事主是大學生 被捕的15歲的男童是中二學生 被捕人和受害人並不認識 受害人去廁所期間 他看到被捕人站在他旁邊 拿著一部電話對準他的下體 其後他報警 另外有人被捕過後聲稱出於好奇感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15歲的男童是落網的 據報偷拍其他男子去廁所 兩人並不相識 在案件調查中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財困的男子在沙田住所裡自殺 女友揭發不過救不回 報導的內容看到 昨天下午警方接獲一名女子報警 說他48歲姓陳的男朋友 在沙田大橋沖路52號住所裡 以膠袋包裹頭部 膠袋連著一罐氣體 懷疑自殺 人員接報到場 證實男子當場死亡 警方在現場有檢獲遺書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據了解事主近日受到金錢問題所困擾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再有人因為財困的關係而選擇輕生 女朋友當時發現可惜救不回 我是狂仔 我們下集影片繼續聊天